來聊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驅著羅人對上羅馬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超級隨機喔 這場比賽蠻特別的喔 是Gielo內戰 是由道特對上塔塔 兩位都是頂尖的職業玩家 那現在看到這張圖 超級隨機居然產出了類似 遊牧然後又是四湖的地圖 近期的超級隨機喔 都感覺蠻有趣的 地圖都相當特別 那遊牧一開始呢 就是需要兩個人去 蓋這個城鎮中心 那如果有看到海的部分 就要拿一隻村民去蓋碼頭 那碼頭蓋完之後可以蓋個房子 然後在直接旁邊開始補魚 開始增加自己的肉量 那待會呢就是村民不斷 然後趕快補到五個人去伐木 按出第一隻的魚串喔 才是重點喔 那這個魚可以補更多的肉 讓自己的經濟會更好 好那這邊就來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遊牧這張地圖 前面都是要用這個羊去探路的 要去探明一些旁邊的地圖 也可以拉一隻村民喔 去拿這些羊回來使用 或是探更多的圖 好兩邊的地圖是有點相對位置喔 其實還ok 好那這邊看到 驅逐羅羅倫 這邊是吃鹿開局 那吃鹿的速度獲取肉量是比較快的 好那這邊趕快去補木頭 木頭趕快補 然後按下第一哨魚船了 這個配置喔相當ok 然後再用這邊的村民去蓋兩棟房子 因為按魚船的時候也會佔人口 所以自己房子喔 要稍微去住一下 遊牧的開局喔 是很容易爆人口 好這邊兩隻鹿吃的距離都非常近喔 這個是羊阿 但是我們習慣都叫鹿 好這邊豬要不要打一下呢 欸 沒有看到豬嗎 好他要去開湖了 他沒有要拉豬 選擇要去開左邊的湖 因為有看到 有這個 岸邊的湖 這是四湖 欸 結果怎麼是拉豬 那這場比賽我是沒看的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原來他用這招 用這個房子喔 去卡 讓豬不會攻擊自己的村民喔 那我們最近在打1v7變態AI的時候 我也很常用這招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要拉鋸很遠的話 就要蓋一下這個地基喔 然後去敲他 然後豬在上面的話 就會被移走 這個算是小小的遊戲機制 好那目前看到魚船今天出了四艘五艘 哇出得非常快喔 那剛剛看到有岸邊的關係喔 這裡還是要補一個馬托 會比較好一點 馬托一蓋好之後 左邊喔 也可以再按下五艘與船 那下方這個地方 如果沒被騷擾的話 可以考慮出到七艘左右 但我覺得五艘應該就蠻緊繃的 因為其實肉量並不是像四湖這麼多 這個肉量其實比四湖少一點點的 所以五到六七 五六七艘應該是差不多的數字 那目前看到屈著羅人 這邊是到了21匹 準備要來點封建時代了 這邊可能會再拉一隻豬喔 然後再去開金礦 會比較穩定一點 肉量 這樣才可以順利升到城堡斯彈 好 待會金礦處他會比較麻煩一點喔 OK 點下封建了 因為金礦其實蠻少量的喔 我剛剛看了一下這張地圖 石頭一點點都是1600、1600這樣子 那石頭是350嘛 就是700嘛 哇 這個金礦非常稀缺阿 他能不能打這種黃金兵這種 大爆出兵這種打法 那缺德羅人這邊垃圾兵的選擇 是比較適合打這個大洛馬 他大洛馬是全滿的 而且有這個薩蒂利的落淚捷面 出大洛馬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 這邊羅馬人 是決定使用裝甲步兵前壓 看到四隻村民走過來 這應該是要來插箭塔 裝甲塔 怎麼又是裝甲塔 昨天我們才看到道特爾 在用裝甲塔 攻擊Jordan 現在他用這招再繼續搞隊友 哈哈 兩位隊友被他的裝甲塔應該被打到很不爽 好 那這種資源稀缺的地圖 打裝甲塔確實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羅馬人的裝甲塔也滿強的 因為這邊只要點下冰空茶 然後再放下一防之後 羅馬人的裝甲步兵會獲得二防 OK 這邊點下了林甲 因為羅馬人特殊能力 是可以擁有雙防效果的 就是一身下去的時候 雙防都會變成兩倍 所以到了城堡時代 就是他的步兵防護率最高的時候 這邊升級好 來看這個中甲步兵 變成二三喔 二 然後一加二 三防 防禦非常坦 這邊再插一根箭塔 好 裝甲步兵繼續出 這邊放兩隻裝甲步兵在這邊防守 打到直接被插爆 果子吃不完 尷尬了 好 下方有一隻裝甲步兵在砍建築 好 現在是到處 把裝甲步兵 好 去巡邏一下 這邊看到有一隻村民被困在裡面 這邊則是有四隻村民 想要去右邊蓋這個碼頭 結果看到 羅馬人已經在這邊開了一個碼頭 好 這邊還要再去找石頭來挖 開局就開稿了 好 這根建塔被蓋好 這邊村民只能收村 但是已經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那黃金現在也確保好 而且有四級可以買賣 待會就可以直接按出一台沖車 或者是投石車 座椅反制 目前這個情況 可能投石車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沖車的話 到了這些地區 還是有可能會被裝甲步兵 直接解掉 所以驅逐羅人這邊如果要解箭塔的話 直接去下投石車 然後自己再去挖石頭 蓋下城堡 反制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現在這個階段 出一隻生女有虛擬生物也是OK的 但我覺得第一時間還是要先蓋一下工程機製造所 會比較好 這隻村民被困在裡面 跑不了 這裡拉幾隻村民想要幹嘛呢 想要插一根哨戰 但是裝甲步兵走過來了 現在是封建打城堡 目前是驅逐羅人這邊有時代上的優勢 這邊沒有補下工程機製造所 這裡幾隻村民可能還要再繼續插箭塔 上方這裡 裝甲步兵繼續砍 這邊直接往下移動 安全的墓區越來越少了 羅馬人一直被逼 直接蓋動城堡 想把這個墓區給拿下來 這邊這根城堡只能拆除兩根箭塔 然後 儘管沒辦法守住 有點小小的缺點 但是現在工作效率 驅逐羅人的效率非常差 這裡有下碼頭 而且還在出戰船 這一棟石頭 安全在挖 城堡蓋好之後 開始出還任投擲手 有想法耶 反正是投擲手 這根箭塔 也要被拆除了 那稍微講一下羅馬人好了 羅馬人的奴炮也是很便宜的 他的奴炮是遊戲裡面最便宜的文明 只要30黃金而已 但是他的劍兵也是非常強大的 有這個野戰軍 金冠科技 可以讓自己的軍團兵 就是取代劍兵勇士的單位 有這個蓄器能力 可以進行攻擊 所以羅馬人後期 打這個寶兵 百夫掌 或者是軍團兵 都是很適合的一個組合 工程器方面 會比較適合衝車 或是投死車 奴炮其實不太建議去大量使用 除非對方是打一個垃圾兵 開局 特殊情況的時候才可以用 還有對方沒有火炮的時候也可以用 所以羅馬人的奴炮 其實存戰感並沒有那麼重 反而是他的軍團兵 跟這個百夫掌 會顯得更亮眼一點 這邊羅馬人 已經開始剪下城堡時代 那缺逐羅人這邊 還沒有補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沒有開農 反而是出了幾隻還任投擲手 就開始去騷擾對方的村民 那還任投擲手不知道去哪了 開始往右走了 這裡 看去想要解一下右邊的村民 這邊村民一直被裝甲步兵包圍著 那羅馬人這裡呢 也沒有損失自己太多的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一直有在 跑來跑去 這邊要抓到一村了嗎 這應該追得到 裝甲步兵跑得比較快 哇 果然收掉了 還任投擲手終於跑到了右邊 但是 羅馬人這邊直接用大石牆 配上城門 想要把 羅馬人這邊的村民 就是 驅逐羅人的村民直接 給包起來 但是 羅馬人的裝甲步兵防禦實在太高了 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因為還任投擲手他只有三攻而已 那 羅馬人這邊裝甲步兵現在是二防 所以 怎麼打都是一滴 那 驅逐羅人的環人投擲手的 傷害判定 是近戰單位 所以 這邊是看 這個近戰防禦 而不是遠防 雖然他攻擊的畫面 是遠距離攻擊 這邊裝甲步兵 雖然有點多 這裡要直接起一根劍塔了嗎 環人投擲手第一時間打村民 看是有點擋太刀 好 看一下左邊 左邊這邊也有少量的環人投擲手在打 但是裝甲步兵第一時間 還是能打贏環人投擲手 現在補下了防禦跟護衛技術 常見並沒有第一時間升級 左邊沒有補下工程器製造所嗎 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還沒有打算要來開拆這些劍塔 結果還了投擲手 看來是救不到右邊的 石礦弓了 這個石礦弓可能要自己蓋劍塔 自立自強 這裡蓋劍塔之後 可以考慮收村 收村之後可以增加 瞭望塔的傷害力 開始慢慢解 但是這時候已經補下了二防的關係 遠防現在是五防 瞭望塔只能打一滴 哇 羅馬人的步兵 在城堡時代真的很坦 這就是常見兵Meta 時代真的不一樣 在以前的版本來說 不太可能看到什麼步兵城堡時代 開始出兵的 都是騎兵跟工兵在打 但現在2023年 步兵也可以在城堡時代 作為主力了 好 這邊稍微走位一下 OK 常見兵被收光 哇 結果最後還是被打破了 這根 瞭望塔 常見兵一直打 打得速度非常快 裡面的村民可能也逃不掉了 直接變成競技場 三隻村民對上八隻的常見兵 被打爛 哇 驅逐羅倫這邊村民樹開始落後了 45村對上56村 但其實是因為羅馬人 這邊的漁船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村民樹是領先的 這邊漁船也吃完肉了 魚肉都吃完了 吃完之後就開始放下漁網 開始捕魚 驅逐羅倫這邊要打羅馬人 感覺是不太好打的 最主要是因為驅逐羅倫的環刃頭之手 升上去也是4攻 4加2 6攻傷害 其實傷害並不高 那6攻的話打常見兵 這種單位的話 怎麼打都是 攻擊力不高的 都是一滴血 除非你數量可能有個來個60隻之類的 60隻的話就可以瞬間秒掉一隻常見兵 算燒效果 所以這邊 驅逐羅倫現在要用環刃頭之手 打贏常見兵 實在是很困難 所以你要按這麼多環刃頭之手 其實也很傷經濟 會可能拖到你3T系的村民運轉速度 羅馬人 這邊打的真的是很有料 雙均勻繼續出 哇 常見兵到處都有 好 補下了一個輪軸技術 那由於驅逐羅倫他沒有騎士的關係 是被這個閃避馬給取代 所以他要對付近戰單位的話 其實是偏困的 尤其是步兵單位 通常都只能用這個環刃頭之手 去做抵抗 會比較適合 不然就是要攻城器 奴炮或投資車之類的單位 僧侶的話只能稍微擋 畢竟只能招降一隻 常見兵的數量通常都是很龐大的 好 這邊直接沒空 好 被靠了一波 損失了一隻環刃頭之手 OK 僧侶開始有數量堆疊起來了 而且這邊撞城堡 有點小傷 哇 砍掉了一隻僧侶 但是常見兵的數量也是被大幅消耗掉 好 剩下兩三隻的單位 好 那羅馬人這邊慢慢在撿自己的生物了 那這張地圖其實黃金很少 所以羅馬人打常見兵這個戰術 也是非常適合 因為常見兵的黃金消耗非常的低 只需要20黃金以下 非常省 好 那海戰打贏之後 左邊的漁船也是把剩下的刺身 順便補一補 下方常見兵繼續騷擾 驅逐羅倫這裡點下了一擊射 要來轉奴兵嗎 但是驅逐羅倫的奴兵並不太強 如果真的要打弓兵系的話 要來打這個相公會比較適合 而且驅逐羅倫有這個精冠技術 前線列隊 可以讓自己的相公 還有自己的駱駝 近戰防禦加4點 對抗對方的常見兵 也是有一番效果在的 所以我覺得驅逐羅倫 真的要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可能趕快轉出相公會更好一點 但是這張地圖 又回到剛剛我們說的 沒有太多的黃金的關係 所以也有可能 驅逐羅倫在思考 如果轉相公要大量黃金 所以這邊要先開農 但是現在開農的話 也有可能打不太贏 所以還是要繼續先安一些 自己的驅逐羅倫的寶兵 反任頭之手出來擋下常見兵 再加上僧侶防守 那目前村民處還是由 羅馬人這邊領先 但以單純看村民來說的話 是52村對上62村 驅逐羅倫這邊反超對方10村 但是羅馬人現在有海的關係 所以也不能這樣看 經濟上來說 還是羅馬人這邊比較好的 魚給的經濟加成是非常多的 哇 結果這邊馬頭也直接被砍掉 驅逐羅倫圍的湖也被收乾 三個魚網喔 沒有辦法繼續補 你看這三個魚網有1700肉啊 這個沒辦法繼續補魚真的很傷喔 這邊羅馬人經濟太好了 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三片湖 爽爽吃魚 目前看到羅馬人這邊的打算 還是要繼續走常見兵路線 好 驅逐羅倫繼續產出了更多的緩任投資手 數量來到了19隻 19隻的數量就稍微可以做一些操作了 而且開始打的會痛 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這邊升到帝王時代 可能還是想要先轉出自己的軍團兵 軍團兵其實就是見兵勇士 但羅馬人不需要再升級雙手見兵 直接可以升到軍團兵 相當快速的升級 OK 馬上就補下了 軍團兵的升級 需要1分半 這裡蓋動城堡 再補一個手推車 取消手推車點下一攻 二攻才對 直接捨棄經濟 想要來爆更多的常見兵 野戰軍還有20秒升級好 這邊照一下 已經升級好了 野戰軍升上去 金罐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金罐可能就不點了 直接產更多的軍團兵 軍團兵攻擊的特效聲音也是不一樣 還有那種刀劍的聲音 看看看看看看 這邊還出了幾隻百夫長 直接手撕嗎 驅逐羅人這邊點下了電龍世代之後 馬上升級金瑞 管刃頭指手 下了手推車二攻 這裡再補一棟城堡 好 左右開攻 右邊軍團兵也是開始輸出 但是被招走了三隻 軍團兵 剩下勝率躲到城堡裡 家裡疑這邊的軍團兵可能會有點危險 還人頭指手已經升級好了 4加1攻擊力5攻 但是軍團兵的防禦是6防 所以怎麼打還是一滴血 主要還是靠這個城堡在防守 OK 看起來 非常的虧 驅逐羅人這邊村民處降至只剩82村 銅鐵也被打 右邊的城堡可能也快頂不住 軍團兵繼續往前 哇 軍團兵直接Rash一波 羅馬人 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裡面的羊羊被超出來了 兩隻 太狠了 怎麼打都是一滴 但是由於步兵反而就是跑得比較慢 反而投資手的跑速是優於軍團兵的 所以持續老打的話 還是可以無傷換掉軍團兵的 但是就需要耗費大量手術 OK這邊塔操直接打出了GG 哇這場比賽很快啊 那我覺得羅馬人這邊打得真的是非常漂亮 前期的裝甲步兵直接騷擾 然後攻防點下 沒有點下攻擊力 防禦點下之後就開始開拆旁邊的碼頭 那海戰部分也是有打贏 那空圖也是空得非常漂亮 那重要的金礦點他都有拿到 所以這個金礦量才可以支持他出這麼多的軍團兵 那羅馬人後期 也可以轉一些百夫長騎兵單位 就這個 那野戰軍點下之後 百夫長跟軍團兵都有這個蓄氣效果 所以到了後期 百夫長是一個很難產的一個單位 來看一下金礦 金礦的話應該是由羅馬這邊贏蠻多的 畢竟這個虎拿下三個 那木頭的部分雖然有少贏 但是黃金是輸的 雖然石頭也是贏了一些 但是後面有五勝物 都被羅馬人給拿走了 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